来看看就是维安的这个部分 陈云林来到台湾之后 现在住住的圆山饭店已经确定了 那么空出了一个晚上 28000块的高级载巷套房 整个维安的部分如何来维持 我们在现场来看看 为了专属电梯 可能会在大厅拉起红线 隔离民众 圆山饭店28平的高级套房 就是陈云林来台湾最有可能下住的地方 包括这宽敞的会议空间 可以提供私人讨论 古色古像的房间落地窗 台北市井尽收原地 号称窄巷套房 一碗要价28000 还有专属领班 拥有一房之下 摆房之上的尊容感 连吃的也讲究 招牌江苏美林餐是推荐之一 小事大事都在这里发生 下趟圆山饭店现在传出 江承惠也可能在圆山的会议室举行 甚至马总统也不排除 在圆山会见陈云林 江承惠马总统都可能在圆山出现 才刚发生张明清被推事件 陈云林的安全 圆山不敢马虎 为了保护陈云林的安全 现在饭店准备了独立的电梯系统 而在住口的左侧 如果有民众在喝下午茶 或者说有房客自由进出的时候 饭店可能会再走到两旁 拉起红线来保护安全 拉红线就是担心 向陈云林的民众擦枪走火 即使有人住了 每晚5800的客房 想要靠近陈云林也不容易 甚至圆山人员私下透露 密道如果必要也可能派上用场疏散 云山饭店地势高位置占优势 饭店上上下下密集开会 要模拟各套剧本 迎接对岸大人物 中文新闻预备是蔡莫珍 台湾报道